《市場預期》 給聯儲局決定加息四分一來,合乎市場預期 而更值得留意的是,和儲局聲明一併發布的點陣圖 這個點陣圖是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的17位委員 不記名地提供他們對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期 虽然点阵图并不是一个官方的政策工具 但因为包含了委员对未来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看法 对后市有重要的启示 看回最新发布的点阵图 12月份,储国官员对2016年的利率水平预测大约是1.4厘 而对2017年、2018年底的利率水平 以及长期利率的平均看法就低过9月份时的预期 反映市场对温和加息的预期 有分析认为未来加息次数越少,越利好美国债市 但就不利美元 汇丰就预期美元最多只会在首度加息后短暂上升 美股方面,回顾往迹当加息周期展开 其实还有一段长时间比牛市继续升 据瑞银策略师指,储国首度加息后 美股至少会有多9个月升市和10%升幅 所以可以预期的是,今次美国加息后 美股未来6个月会再创新高